这个游戏叫基本飞车22 最近三天在连干这个游戏 弄得我血压有点高 而且把我本来就好了的咳嗽 又被勾起来了 有点上火 已经玩了十几个小时了 不推荐大家购买 即便它降到30块钱 我也不推荐普通玩家购买 为什么 请往后看 我终于知道基本飞车22不羁 为什么不好玩了 为什么它在一年时间内 降了400多块钱 我不推荐大家买这款游戏 我去年买的是首发版 还是那个Payless版 这一年来有一搭无一搭的玩了一下 最近基本飞车22更新了追加的第五张 而且还增加了真实的尾气 我感觉挺不错 于是我准备好好玩玩这款游戏 这几天这一玩就是十几个小时 结果连第一张都没过去 现在我是骨梗在后不吐不快 优点就不说了 说几个缺点 给大家逼逼坑 第一 这游戏里面有很多恶意 设计巧思的恶意 比如我们在比赛快冲到终点的时候 这时候会出现两辆 还不是一辆 出现两辆社会车辆在那堵着 但是仅跟你骑后的两辆车 人家会很自然的很巧妙的就能冲过去 但是我就冲不过去 直接怼在那个社会车辆上 结果从第二名或者第三名直接变成了第六名 只能重新再玩一次 再比如在比赛途中 过程中开着开着 你开着这条线速度很快 突然间左右可能有两辆车跟你一起并驾七驱 这时候你的前面 你这条车道的前面突然来了一辆已经翻了的社会车 应该能躲过去 但是机会很渺茫 不得不撞上 再比如你在比赛过程中 不有那种跳台吗 有一关是跳到了一个火车道上 被火车给挤着了 让火车给推着走 这种恶 设计的恶 巧思的恶 还不少 我觉得设计这游戏的人挺坏啊 这个游戏不适合大部分玩家 它跟上一代那个21热度不一样 那21热度相对来说 更友好 咱不说更简单 咱就说更友好 体验更好 适合更多的玩家 像我这种手潮 但又想玩赛车游戏 喜欢玩 想玩的这种玩家 能玩得进去 但是22就不是 我感觉它这里面到处充满了限制 各种限制 包括钱的限制 包括让你充玩的限制 有隐形的 有阳的 有阴的 总而言之 让普通玩家感到不爽 我不知道那些高手玩家 赛车高手玩家 是不是也不爽 反正我感觉到很不爽 可能是游戏开发者 也想让玩家多玩玩 多练练 多消耗一些时间 但是玩的过程中 我心情很糟糕 很不爽 至少说不如21爽 也没有16爽 后来我看评论 他们说这是个刷子游戏 我一想确实这就是个刷子游戏 我知道了我以前很不喜欢刷子游戏 没想到这个也是 白天刷 晚上刷 刷的还挺累 又很无聊 觉得这里边的车特别卷 举个例子 我用最低难度 就是简单难度 也很难在普通的比赛里边 在一般的比赛里边得第一 第二都少 得第三第四比较多 我每次都是认真的玩 最后挣的钱 赚的钱却很少 我买的是豪华版 豪华版呢 送了一些车 还有一些特效 以后根据剧情才能解锁 我第一张没结束 还得不到这几辆车 要知道第一张是又缺钱又缺车 豪华版咱们多花了点钱 送的车还送不进来 可能是游戏开发者 想让玩家多磨练一下 可是我不想要这种磨练 我想爽一下 你让我磨练 我小磨练一下也行 你别让我总磨磨磨 我磨了十好几个小时了 继续 这款游戏在steam上 褒贬不易 好评的也有 少 其实上网搜一下 很多人也都说过 说不推荐什么这个那个 但是人家机品飞车这个口碑好啊 这个系列 我当时花500多块钱买的这款游戏 第一是我喜欢机品飞车这个系列 再加上我对21热度的这个热爱 想好好练练 好好玩玩 这十几个小时算是白玩了 不过也没白玩 我把它做成视频 分享给大家 让更多的玩家避避坑 就算以后卖30块钱 也没必要 浪费时间 除非你对赛车技术特别喜欢 想爽的就劝退了 机品飞车系列很多代我都玩过 我特别喜欢的有三部 一个是九代 通过改装多练习 我可以一关一关的过 另外跟警察追踪的那些桥段也很爽 我当时好像是用一个和显的老笔记本玩的 还有一个就是第16代 穿越美国的那一代 其实也有点难 但是通过练习练习个一两次就能过了 有的一下子就能过 另外这个风景非常好看 玩的也很爽 还有就是21代这个热度 咱先不管剧情怎么样 玩起来很爽 爽就对了 能刺激多办案 咱们花钱买游戏 花时间玩游戏 不就是为了一个爽吗 每天生活工作就已经很憋憋屈屈的了 你玩游戏再憋憋屈屈 白天上班做任务做项目 晚上回家玩游戏还得做任务 还得刷 累不累啊 总之我不想再玩22了 主要是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500多块钱买了就买了 也体验了 以后我还是找点喜欢的 真心喜欢的游戏玩 让自己感觉到开心的游戏玩 关于机密飞车 你们喜欢玩哪一作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 感谢观看